哈喽大家好 又到了一年绿仔麦的时候了 我婆婆在这发现了一大片 长得还都比较大 今天要把这都扫到呗 看这个就是仔麦花 啥子还抽了 还又大 最容易和这个火销的就是韭菜花 你看这个才是仔麦花 这个是韭菜花 这一岁也长得大 带着她不是哦 妈上边那个石头 以前是不是有住过人 看我以前人不是柚子 柚子啊 嗯 以前的人你看 真厉害啊 那么高的 咱上都能爬上岩去 还打得动 今天怎么那么多 又挣了这么一百吧 然后我今天准备走呀 我妈是把园子里面 我妈说了的菜过子 下一些让我拿到盐给吃 好了过来吗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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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东西吃克长时间来 我妈上去 过来嘛 这还够出来 够了 这够好点 不要了不要了 够了 回到我们自己家来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羡慕我的 每次回家都能收获这么多的菜 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个 我们筛北日常吃的一道假茶菜 羊鱼挠豆卷 做法非常简单 但是真的好吃 豆卷一定要用这种手掰的 吃起来才好吃 再起两个羊鱼 其实手指粗细的条 起水泵里面淘血还变会儿 今天就酥蒜吃一点 不放肉来 如果您喜欢吃肉的话 可以加点猪肉 油热下葱姆蒜沫 然后把豆角和羊鱼都下进来 放点花椒粉或者是干虾都可以 炒香以后加水 加点水就让它捞着 熬菜的话主要就是简单 原料简单 调料也简单 做法也简单 一只熬到像这种糊块的时候 把羊鱼子夹进来 小葱就自己的口味加盐 放点酥油鲜 把碎厨厨 厨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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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种糊块的就能咬出来了 小葱 带点嘴面花 奶油一窍 小馅的 老老 嗯 你今天所有能看到这些菜啊 都是从妈拿来的 妈那玉米是了啊 嗯 妈挑几个能吃的鞋 给咱拿上 让咱们先尝一尝 哎呀 谢谢啊 咱今天过来有菜了 几天不见了吗 比你好一点 这个菜啊 我从小吃到大 咱们西北日来的 不是从小吃到大 一个鱿鱼 一个豆腿 还有一个小鱼菜 西北日就就是有食习惯吗 咱们吃饭 该是拌起来吃了吗 糊糊的 在这儿的 吃的多舒服啊 那你看这块就是多久 谁都不接 你那比我远一点嘛 哦你说只会的 嗯 所以你家的这个 没加到我们家的 呵呵 呆呆 嗯 你咋还有这么会儿了 我这次喝麻烦了一点 现在有这么了 可少了不多多 这几年塞子 怎么都快要你不爱的 呵呵呵 我估计人是不是都 连个拔走了 明明没有的 没有 连年有少塞弄的 是不是 叔伯 嗯 你看你把玉米都 哭成什么了呀 呵呵呵 你要吃哭歪了吗 儿子 嗯 爸爸这里要吃完了 爸爸这里要吃完了 这里吃完了 这里没吃吃完了 这里没吃完了 那你这里没吃完呀 哈哈哈哈 嘿嘿嘿嘿 要玉米吧 你去给我放 等着吃 我吃这个劲儿 你好好给我啊 宝贝点饭喂喂啊 你要吃饭 嗯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一家人的 关注点赞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拜拜